2014年香港的雨傘运动 在这一代香港人心中留下深刻记忆 也影响他们的创作 摄影师杜可峰计划拍摄香港三部曲 从三个世代来看当代香港 而香港独立导演徐亚书的新片 把时间拉回2012年的占领中环运动 探讨快速变迁的大环境 如何影响香港民众 这两部片都正在网路上筹资拍摄 另外你还记得雨傘运动的时候 狮子山上挂的大幅标语吗 香港一群年轻人筹备半年拍短片 要向这些挂标语的攀岩者致敬 模拟攀岩体能训练 网络短片激战狮子山 描述一名年轻人为纪念雨傘运动 爬上香港狮子山挂上标语的故事 这句话是全集电影激战的经典对白 被占领示威者当成精神口号 网路短片团队学生鸟由此得到灵感 团队筹备半年动员50多人 成员重头学习攀岩 重现雨傘运动的经典一课 2014年12月雨傘运动遍地开花的占领区 陆续被清炒 但这场香港历史上最大型的公民运动 已深深影响不同世代 不同领域的创作人 有些人可能一天行街 你会撞十几次 但有些人你一世都未必会见到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分 那我很信是有这样的 很神秘的 我都很喜欢 我会说我会想到我的球连 我会想到我的主角 我会来到我说 人们的空间和人们的 并拥得更有所在的 并肯定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做一期的 并肯定的小学生 时我们在做一期的 并肯定的并肯定 并且更有关闻 并且在并肯定的并肯定 所以我们想要推动 并且做一期的并肯定 并且再次再次并肯定 然后《 Occupy Central》 并且将运动 并且给它 并且更个社会 我们会走 摄影师杜可峰指导的芯片计划 香港三部曲 让香港孩童 年轻人 老年人 用各自的角度看香港 为自己的生活提出问题 和杜可峰一样 选择从网络筹资的独立电影 还有这一部 很快就要回去 那些监商职员 常常都跟我说 快可以出去 快可以出去 他们说 我每次听到 都会在一个心里弄证他们 不是 是明天就要回去 独立电影导演徐亚书 把摄影时间拉回 2012年的占领中换时期 由七位不同身份的香港人 包括内地移民 摄影青年等虚架角色 直接参与现实世界的游行示威 墙外欧阳焚怒的天使 压一过温 片中拍下香港地貌风景的急速改变 思考大环境下的香港人 如何面对未来 在这场摄影后 有越来越多创作人用各种作品 一起关心探讨自己的未来 打开着幻象或约定我为何不懂得灵魂 打开着幻象或约定我为何不懂得灵魂